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政經關不了 關不了 各位同學 大家好 今天是一個很特別的日子 三年前的今天 其實是台灣的9月14號 就是蔡同學 2019年9月14號是蔡同學告我的日子 所以到今天可以去整整滿三週年 這三週年要好好紀念一下 慶祝一下 要送蔡同學一個匾額叫惠我良多 那很感謝李政華律師 我都忘記了這個偉大的歷史上的重要的日子 那我的律師李政華律師在他的臉書上 貼出了這個三年 值得慶祝 我也感謝這三位律師陪我走過了這 三年的艱苦的歲月 那今天呢 我們待會回來談一談這個三年有感 然後接下來我們的官司有好多部分 也在緊鑼密鼓要登場了 今天在接受這個中廣新聞網 潛秋系者王小姐的這個訪問 她特別花了很長的時間跟我談 最近有個主題就是台灣政策法 這個法案呢 我沒有拿到第一手 我能看到的也是報紙上揭露的 我跟大家分析一下我對這件事情的看法 首先呢 這個法案是美國的這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 民主黨的主席 梅蘭德茲 還有參與的一些人 包括共和黨的參議員格里漢 那這看起來就是美國的幾位參議員 他們所提出來的一些法案 那這個法案到底是還有一段很長的程序要走了 好 不過有人想到台灣是好事 只是我不知道這是買來的還是得不孤必有零 買來的也沒有關係啦 我常常講說這個外交場上絕沒有白吃的午餐 那一定是要付出相對的代價 可是我們買了這個五百塊的便當之後就打開便當看看 到底有沒有什麼東西 還是只是一堆糙米 看有沒有什麼 Where is the beef 我就看了一下 當然 again 我說的 我沒有拿到法案的第一手資料 我看到的都是各大報翻譯的或者截錄的 首先喔 在這個軍事領域方面 這個台灣政策法要把台灣列為主要的非北約盟友 提供四年四十五億美元的軍援 不是給我們錢喔 是說賣我們武器 建立美台軍事訓練合作機制 其實這個早就有了 外交領域上面官方有權展示中華民國國旗 這根本就天經地義的事情 就是說你美國人 你美國官方要做什麼 這本來就第一個你不需要台灣同意嘛 第二個你不需要別國同意嘛 日本也不用同意 美國也不用 英國也不用同意 中華人民共和國呢 也沒有它智慧的餘地嘛 美國要展示什麼國旗 這是美國人的權利啊 所以這也沒什麼好講的 我只能說以前美國人如果不敢展示中華民國國旗 那是你美國NO啊 再來 我駐代表處改為台灣代表處 我記得這件事情不是已經很多國家都進行了嗎 改名沒有提升台灣的地位啊 你要把台灣代表處改為這個 比方說這個使館 或者是領事館的地位 那才有意義啊 不然我只是叫你街頭藝人改為什麼網紅 就是這樣而已啊 這是改一個 沒有 我現在講的是說沒有 我要講的是實質意義啦 然後外交如果只是Lib Service 只是一個口惠而實不至 那也沒有太多的意思 不過這不改我 感謝這個美國或任何友邦 把台灣放入議題這件事情 我覺得都已經是一個 叫台灣有能見度 這件事情其實對台灣都很有幫助 好 我們再來看 接下來這個就有趣了 說要制裁中國 我一看 美中大戰不是已經 貿易戰不是已經制裁來制裁去嗎 兩敗俱傷 再來呢 要制裁中國的高層 我一看 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這意思是說 最高可以制裁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你敢嗎 這個就是典型的Lib Service 百分之百是Lib Service 就是 就是嘴巴講講 包括凍結他在美國的資產 你凍結他的 我看他凍結你的比你更多 美國在中國的資產 跟在中國的投資 跟在中國的人質 絕對不會少於中國在美國的 而且中國在美國 多半都已經入了美國籍嘛 再來 禁止入境 習近平絕對不會去美國 撤銷簽證 習近平也不跟你要簽證 所以這個東西有點好笑 但是他說 當然啦 你可以去對某一個層級的高官啦 好 再來 還包括了 美國國務卿必須在法案生效90天內 廢除任何限制美台互動的內規 變相以邦交國同等方式對待台灣 這個問題 其實台灣現在已經享有邦交國的待遇了 只是 一直沒有被扶正 不是小三而已 小四小五 就是 那身份其實很尷尬啦 好 還有 修正台灣關係法 建立不對稱的能力 其實台灣關係法不用修正 台灣關係法只要落實就好了 立陶宛曾經允許我方以台灣為名 設處引發北京強制的反彈與制裁 立陶宛改台灣辦事處 北京敢制裁 因為他是立陶宛 如果今天的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要用台灣的名義在美國設辦事處 或者臨時館 中國 華人民共和國 看完疫以後還是鼻子摸摸 這就是外交政治實力 其實我要講的 不是你用台灣 你用中華民國 我也接受 你要提升我們在國外的臨時館的層級 要從代表處 提為領事館 當然 成為大使館是最好的 你要讓我們的駐美的代表 擁有大使 在美國的大使的等級 這才是真正的實質嘛 好 接下來重要的是 釐清聯合國2758號決議 並未對台灣在聯合國的代表權 及主權做出決定 確實 這個正確的說法 應該是說 沒有對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 及主權做出決定 這什麼意思呢 2758號決議文 把中華民國的主權 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取代 所以把中華民國逐出了 1971年吧 10月25號逐出了聯合國 並沒有交代 那中華民國去哪裡 所以現在呢 你要嗎 就是 重新定義中華民國 1971年的 喪失代表權的 這件事情的後續 要嗎 你就要重新認可台灣 但是偏偏台灣現在不是一個國家 因為連蔡英文政府都不承認 所以這個問題其實變得很複雜 不過我要講的是 這些東西都是LIP SERVICE 其實都沒有太多的意義 如果今天美國真的要挺台灣 絕對不是這種挺法 怎麼挺呢 我來教美國的朋友三件事情 第一個 你一定做得到 就是美國宣布跟中華民國 或者跟台灣 我不care 我對名稱不再爭執 美國宣布跟我們建交 這樣就好了 美國宣布建交 全世界有誰可以反對呢 這是美國的內政啊 美國的外交啊 對不對 這個是美國的外交政策 他要跟誰宣布建交 有誰能夠說話呢 這第二個 如果說今天 中華人民共和國強烈抗議 美國跟台灣建交 請問你有用嗎 美國的主權是外國人可以干涉的嗎 今天美國人要跟誰建交 要聽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決定嗎 要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臉色嗎 再來 美國跟台灣建交 或跟中華民國建交 中國就打台灣 你覺得這合理嗎 要的話應該去打美國 對不對 因為是美國遞出橄欖枝 要跟台灣 或中華民國建交 所以這個做法一定不會得到國際認同啊 美國要跟中華民國建交 就中共打台灣 不對嘛 你應該美國要跟中華民國建交 那你應該去打美國才對啊 所以這個事情是美國百分之百可以做的 他可以立刻就做 拜登可以馬上告訴這個 我沒有研究這個法案 就是美國要跟國家建立遞交 外交關係 需要經過參議院嗎 好像不需要 好 那沒關係 這個地方我們可以查一下 再來 第一件事 美國可以立刻做 拜登可以立刻做 就是宣布跟台灣建交 或者中華民國覆交 都可以 沒有問題 如果你要跟中華民國覆交 那也是一個 也是一個國際間的大事 你這件事情有燈塔效應啊 你做了以後 全世界就會看 對不對 這才叫什麼 這叫做 說而言 不如其而行 第二個 你要確保台灣的安全 不是賣5年45億啦 這個沒有用 為什麼 你的武器再多 也沒有辦法跟中共做武器軍備競賽 絕對不可能 你只有一個辦法 說明你力挺台灣的決心 就是在台灣駐軍 你宣布也好 不宣布也好 你就跟 這個在蘇比克灣 在沖繩 在關島的Air Force 這個Anderson Base 一樣 你就直接在台灣駐軍 高雄港 海軍 然後台東 加山基地 空軍 你就直接派軍隊來 然後駐軍 對不對 好 如果沒有的話 我覺得是Lib Services 沒有太大的用 第三個 就是 提案 美國在聯合國提案 恢復中華民國代表權 解釋2758後 決議文 所沒有解釋到的後續 請問你 美國在聯合國提案 有多少個國家會不同意 所以如果美國真心挺台灣 很簡單 兩個外交一個軍事 一個外交跟中華民國跟台灣建立邦交 第二個 在聯合國當中提案 恢復中華民國的會籍 或者是讓台灣重新加入聯合國 解釋2758後 決議文所留下來的模糊空間 這是兩個外交 一個軍事就是 你受武器沒有用 因為你的武器怎麼樣受我們 緩不濟集 而且敵不上中華人民共和國強大的武力 你真心挺台灣 在台灣駐軍 這三件事情沒有做 請你收回台灣政策法 我認為 口惠而食不治 這個案子讓我看到 比較多的是讓台灣 現在選情陷入告急的民進黨 似乎吃了一顆大力丸 或者吃了一罐菠菜 成為Popeye the Salomain 嘟嘟 如此而已 我看不出任何的意義 但是我還是感謝美國 我認為 任何一個國家願意把台灣的 的處境 放上世界的舞台 讓世界了解台灣 處在一個非常尷尬而無奈的現況 這對台灣來講 都是友善的友誼 進入廣告之後呢 我們要來看看被蔡同學告 我呢 有這個殊榮成為中華民國現任總統 告誹謗罪的第一人 我不是第一個 但是第一批 就是林環牆老師 賀德芬老師跟我 這是我的殊榮 三年了 我再跟大家交代這三年來到目前為止 很多官司的進度 進一段廣告 好 馬上回來 作詞曲 李宗盛 請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在9月14號 是蔡英文告我刑事誹謗 向台北地檢署提出告訴的滿三週年 這值得慶祝一下 我果然去查了一下 我是9月4號 總統府先告了林環牆跟賀德芬教授 然後我就每天嗆她 接下來經過了10天 就是9月14號 總統府揚言把我加告在內 那正式的狀子遞進台北地檢署呢 是在9月19號 所以接下來這一個星期 都是值得慶祝的日子 好那這個 李政華律師在他的臉書上說 今天是彭文正被蔡英文濫告的三週年 蔡英文的國外學者打手網軍陳時分 筆名翁達瑞為了英系接連因為誹謗案 而這個誹謗競選對手論文抄襲而被告 好這種查查根本不必我們出手 僅以此致計論文門訴訟即將轉變 好這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詞 就是論文門的訴訟即將轉變 那李政華這篇律師這篇文章 上就貼出了翁達瑞就是陳時分的應訊的一個過程 好旅美學者陳時分被控指名 這個被指涉以筆名翁達瑞在臉書上評論 借連指新竹市調查站的調查官余政華 參選新竹市長的民眾黨立委高鴻安 以及國民黨市長的候選人柯智恩的論文 涉嫌抄襲或者學術不倫陳時分因此被余政華 還有高鴻安跟柯智恩三個人提告防害名譽 台北地檢署今天首度以被告身份傳喚陳時分 停訊兩個小時之後將陳請回 陳時分面對媒體的時候只說謝謝你 我可以告訴這個高鴻安柯智恩還有這個余政華 你們白告了 如果你們是用這個刑事告訴的方式到台北地檢署 你們真的白告了 因為台北地檢署有誰 那個不孝檢察官惡官林邦良坐陣在那裡 他做什麼事呢 他就跟這個邢泰昭一樣嘛 當時因為今天剛好是這個被告了滿三週年 當時邢泰昭就把一個正常的分案的案子硬是抽回來 改成什麼改由指定的檢察官去辦案 那找了一個指定檢察官 台北地檢署有專門辦誹謗罪的執行檢察官嗎 沒有嘛沒有這種專股嘛 他就找了黑金谷 這個黑金谷是專門辦政治案件的 所以就把它交辦黃維 然後上下一配合之後 黃維起訴了我 立刻升官 然後邢泰昭連跳三級升檢察總長 所以你說林邦良會怎麼做 所以這三個案子告到台北地檢署呢 從提告的角度來看 這叫做白告了 而且我覺得齁 這個公眾人物或政治人物 最好不要提這個告訴 這個狀況應該是什麼 你如果真的有本事 你就應該去提字訴 告訴跟字訴的差別在哪裡 簡單講就是一個就是 學沒夾邊幾年 因為行事訴訟法規定 如果你是自訴的話 你一定要請律師 這是後來修改的 因為怕民眾濫訴 所以你自訴的話就是說 你自己是告方 控方 但是你要請律師 那如果你是告訴的話 你隨便去按個鈴聲告 就要叫國家替你討回公道 要政府替你安排檢察官去處理 所以這個時候檢察官就很容易吃案 你看 所以正常情況 如果你是玩真的 你應該是自訴 所以蔡同學當初在三年前告了賀德芬林環牆跟我 如果就是一選為夾邊幾年 但是沒話講 如果你蔡同學真的家境困難 financial difficulties 我也沒話講 那最重要的是什麼 你要國家機器替你辦案 國家機器敢不辦嗎 所以這三位立委呢 三位這個政治人物 如果你們真的是要告陳時分 你們其實不應該提告訴 你們應該提字訴 而且這三個案子 字訴分開的話 他就不可能合併 那這個陳時分呢 就三不五十啊 他得出庭 所以我是建議這三位政治人物呢 你們如果覺得你們的名譽真的受到誹謗 你們應該把這個告訴撤回 因為這是妨害名譽是告訴乃論嘛 然後你們應該分別提字訴 或者是一個人告訴 另外兩個人字訴 應該用策略 這樣才能真的讓這一些 在網路上面匿名不願意負責的這些打手呢 付出他們應該付的代價 就是說你不可能 呃 不想要弄張鞋子 卻想要去登山 這是不可能的 我們這樣講也就是說 要告訴這些人 如果你今天要發表政治評論 你要負文責 到最後你被人家告的時候 你要真名真信 不像陳時分 你是被這個我揭露了以後 然後又被這個 其他身上好幾個案子 不只是這個 那後來呢 又被這個時代力量的這個 議員參選人劉士傑告了 然後 這個台北地檢署 才慢慢才去查出你的本名叫做陳時分嘛 OK 那我們來看 這個陳時分透過律師 洪士傑發表聲明喔 其實洪士傑律師喔 我覺得你真的不要去沾這種案子 你明明知道你的當事人是 喜歡到處惹事生非 而且他呢 確實是到處誹謗 其實如果我要告陳時分 我有好幾個案子可以告 我先壓著沒關係 反正時效還沒過 我再看著辦 那這個陳時分呢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律師你還是要選擇嘛 對不對 你對於那種 那種社會上這種不孝分子 你幫他辯護 其實對你沒有什麼好處 對你的名譽也沒好處 對你個人的這個從事法律的理念 也沒有什麼好處嘛 律師當然固然你是要賺錢 可是賺錢之於 你應該選擇那個 不會昧著良心的案子 對不對 所以我說 像林元龍這樣子 你昧著良心 你良心會不安啊 因為你自己知道 這到底怎麼回事嘛 好 我們再看 陳時分透過律師洪士傑發表聲明 他內容提到 因為工作緣故 本人履居北美三十多年 基於對故鄉台灣的關心 我長期在媒體與臉書發表文章 評論時局與人物 沒有問題啊 但是你不能造假呀 你不能造假 你不能用造假的手段 去污衊別人啊 是吧 你說今天如果你評論內容 有一些出入 這個沒話講 因為我常說媒體工作是 朝慈白地採雲間千里降臨一日還 你要把這麼快速的一個社會發展 變動的世界濃縮在幾小時之內 不會拖過一天 因為拖過一天以後 我常講嘛 我說新聞如果不能及時掌握 我就說了一個 我自己跟學生講的一句 我的這個名言 就跟 我說冷掉的牛排跟皮鞋無異 所以今天隔夜的新聞啊 就毫無意義了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記者評論的人難免會有一些差錯 但是我個人在做評論的時候 或個人在做記者的時候 我寧可不要獨家 我對獨家沒什麼感想 我沒有什麼太多的感覺 因為我覺得獨家很快就會過去 你有獨家別人有獨家 重點不在獨家 重點在你的credibility 如果你為了要獨家而犧牲了你的信用 也就是說你說的東西常常是假的 我覺得那根本不值得 所以很多東西我會讓子彈飛一陣子 我拿到一個獨家我會觀察一下 我看看後續的發展 然後研究一段時間之後我才會出手 如果因為這樣子喪失一個獨家 我沒有意見 我一點都無所謂 因為我覺得 作為一個媒體人 更大的社會責任不是在搶獨家 他的社會責任是在報導真實的事情 真扁 值得真扁的事情 好所以這個誠實分 其實我坦白講 他也沒有工作壓力 他也不是靠這個過活 他的本身也不是媒體人 他是個旅美的一個三流大學的教授 那麼碰到這樣的情況 他更應該要本著他學術研究的精神 好好的查證 而不能妄自批評別人 那妄自批評別人就要付出誹謗的代價 好 他說呢 由於我的使用筆名寫作 加上在我長期住在國外 傳票或訴訟的送達或有困難 你長期在國外 我也在國外 你不用擔心 這個 檢方要傳你的時候 自然會居提你 法院會居提你 所以你不用替法院思考 你用筆名寫作 你用筆名寫作並不代表你可以 你不用這個 你可以用筆名寫作 很多人筆名後面括號本名 對不對 所以正常情況的人 尤其是做政治評論 如果你是個有個詞的人 你是個有擔當願意負責的人 你會讓大家知道你的本名是誰 而且絕大部分是應該要露臉的 誠實憤的問題就出在 他被我揪出來以前 從來沒有自己承認過他是誰 甚至被我們揪出來 被劉士傑告上法院之後 被法院認證了他的本名之後 他還在那兒講一些那種很輕薄的話 什麼我可以是陳思芬 我也可以不是 諸如此類可見什麼 我覺得有些人在江湖上混 不管你混得怎麼樣 是會贏得一些肯定 甚或尊敬 有些人吃香喝辣 拿了一個什麼玉山學者 回來台灣騙騙錢 你仍然讓在公共領域的人瞧不起你 因為你沒有擔當 好我們再往下看 他說呢 為了不增加檢方麻煩 我主動回國配合偵辦 我講過 沒有主動配合偵辦這回事 我就已經主動去地檢署了 我還打電話拘約時間 他說對不起 你拒狀子進來 所以陳時芬的一個狀況是非常非常特別的 你就可以看出台北地檢署這個案子是半真的還是半假的 這是一個刑事案件 誹謗案件還是一個政治案件 另外 他說我撰寫對時局政治人物的評論屬於憲法保障的言論自由 真的嗎 那你為什麼要去這個論文門上面為什麼要在我身上這個撲糞呢 不能因為你叫陳時芬你就對別人撲糞啊 對不對 對那我被蔡英文告的時候你為什麼不說這屬於憲法保障的言論自由 還做啦啦隊還幫蔡英文加添這個心火還說告得好 那麼提告人有權保護名譽避免於受損 但是不能用提告打壓言論自由沒有啊 你還是繼續你還是繼續講啊 你從三年前開始誹謗我後來誹謗了一大堆公眾人物 你顯然沒有受到任何打壓嘛 好 他說公共評論跟毀人名譽之間或正當提告與爛訴作秀之間都要明確的界限 究竟何方越界我期待司法做最後定奪 你很簡單 你用這個美國大學教授翁達瑞的帳號 你這個你說林志堅的這個論文 你說林志堅是原創者 余正煌才是抄襲者 這個不構成誹謗 那全世界的人都可以顛倒是非指路為馬囉 另外 台大學輪會認定林志堅涉嫌抄襲 撤銷林志堅的碩士學位 那很清楚啦 所以余正煌就透過律師對你提告嘛 還有 包括了你對高鴻安的博士論文 你說投機取巧的高鴻安 投機取巧 這個字是 防害名譽喔 再來 提到內容灌水到將近五十頁 一個好好的博士被你說他的論文灌水 這個難道是可受公平之事嗎 可受公平之事的意思是說你要提出證據證明他灌水 你要提出證據證明他投機取巧 然後 你在臉書上來說如果高鴻安是我的博士生 我不會讓這種投機取巧的寫作手法過關 可以 那是你的選擇 好但是你要舉證別人投機取巧 接下來你說如果我是新竹市民 我也不會讓這種投機取巧的人當市長 來了 高鴻安 認為你誠實憤 在臉書上對他的博士論文提出不實的言論 那很簡單 就要回到博士論文去 看看 你到底是不是投機取巧 如果不是的話 那就是防害名譽囉 另外 我在這個淡江心理思想研究所 念了一學期的 老師柯智恩教授呢 他也不滿這個化名翁達瑞的 在說他學術不倫 所以跟北檢告發 好那跟北檢告自訴啦 因為 這件事情是牽涉到他自己嘛 所以他是自訴 好那麼陳時芬 他在臉書上說 他會遵守訴訟程序配合檢調的偵查 來 那他後來也說他這個 比名叫翁達瑞是因為他在Ontario 我早就已經在節目聽爆他了 不管你住哪裡嘛 是不是 那你又沒有住在什麼 跟份有關的 那你父母親幹嘛跟你取名 叫陳時芬 所以這個不重要 你叫什麼筆名 你叫什麼名字 我們根本不關心 重點是在於 你要負文責 你要負這個寫作的文責 這才是重點嘛 所以陳時芬到今天 顯然沒有搞不清楚狀況 沒有畫錯重點 另外我們等著看 你這個北檢 我們來看看台北地檢署怎麼吃案 所以我要建議科志恩 前面還有劉士傑告過一次嘛對不對 所以這個 有關於科志恩 余政皇 高鴻安 其實你們三個人裡面 應該兩個人要先撤回 告訴 我覺得你們應該用自訴的方式 這樣子才能真正達到 嚇止這些不負責任 然後 自以誹謗他人 毀壞他人名譽的人 因為你把這三個集中在一起 你去看台北地檢署辦來的方式 你就知道 他已經決定要包裹吃案 這明明是三個案子 三個不同的人告 三個不同的室友 三個不同的場域 在不同的時間 誹謗了不同人的名譽 你怎麼可以把這三個案子 併在一起偵查呢 我說過嘛 我被告還是被蔡英文告 我自己跑去台北地檢署 他甩都不甩我 對不對 難道法院你家開的啊 你要出庭就出庭 挺起你定的嗎 所以從目前為止看 汪達瑞陳時芬 早就已經在享受 台灣司法不公的特權 那碰到這樣的情況 告訴的一方 就應該要 靈巧像蛇 就應該知道說 如果你真的是要討回你的名譽 去找檢察官這個告訴 這不是一個 不是一個可行之路啦 如果你真的要做的話 你應該拉回來自訴 然後大家錯開時間 讓陳時芬呢 能夠在一個很長的時間 maybe兩年三年五年 好好的往返於台北跟這個北美 去反省一下 他自己的這個愉悅言論自由範疇的這些罪行 不然的話你就等著被通緝 進入廣告馬上回來 進入廣告馬上回來 有名字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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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台大的法学名誉教授 也是这个告诉人 也就是这个蔡同学的老师 贺德芬教授 提出了妨害名誉诽谤之诉 9月4号 那接下来呢 10天后 对彭文正 其实我也算是蔡英文的老师 但是我没那么倒霉 因为他离开台大的时候 我还没进台大 我是1995年进台大 他是应该是1980年代 的那段时间离开台大 所以呢 我们三个就陆续被告 好 这三个时间点 一直到正式地状是9月19号 所以这整个一个星期 算是林怀嘉教授 贺德芬教授 跟我三个人光荣的 被告周 那我就去翻了 三周年嘛 要纪念一下 我就去翻 那我手上这本是恶观的书 这本恶观的书呢 我们在北美 又加印了200份 因为有很多 观众朋友陆续要购买 在北美的部分 这个恶观的书呢 这个我们是在不同的出版社出的 应该是说不同的印刷厂印出来的 印刷的我觉得比金装本要好 所以各位可以上网去看看 在Amazon 你可以在Amazon订到恶观这本书 三年前 我们的恶观2的书也要出来了 因为我们要把这整个过程历史记录下来 随着时间点 然后做编年史 然后随着人物做记转题 第一本恶观的书啊 出现的人物 当然除了这个恶观之手蔡英文之外 这个还有包括了 呃这个台北地检署 那个时候的检察长邢泰昭 现在高升到检察总长 还有台北地检署 那个时候的检察官 就办我这个案子的黄伟 后来他调升了这个澎湖地检署 当然主任检察官 然后在今年9月1号调回新北 当任主任检察官 这三个恶观呢 是第一本书的主轴 第二本书的主轴 我就先预告台北地检署的检察官 刘成武还有呢 台北地检署的检察长林邦良 还有台北地方法院的法官 呃这个姚念慈 还有台北地方法院的院长黄国忠 还有台北地方法院的法官张永慧 这些零零总总加起来 就是我们第二本书的封面 第二本书很快就会出来 我们大家敬请期待 因为你把这个恶观系列重书都收集了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论文门 我们所走过的每一个司法的痕迹 我们把我们所边所能够收集到的 所有司法的诉状 包括检察官所写的 包括我们的律师所写的 包括对照律师所写的 把它完整的呈现在阳光下 让大家来检视司法所走过的路 好 那么在三年前的这段时间呢 蔡英文提告我了 首先我们先来看9月4号 我们来回问一下这个三年前的过程 在恶观书这本书里面的第四十三页 有蔡英文状告贺德芬林桓墙的证据清单 三年过了 我们来看看 检视一下他三年前拿什么可笑的东西出来告人 而且你知道吗 一个正常的人 如果他手上充满了证据 这第一点 第二点 如果他真的是没有非常缺钱 那他应该走台北地方法院 到地方法院去走自诉的路 为什么自诉比这个告诉要好呢 因为自诉 所有的节奏在你手上 举证责任在你 这个法官比较难吃案 提告诉有什么问题呢 你到了台北地检署之后 你有两个状况 虽然你不用花钱 你等于去告嘛 对不对 你等于去按铃申告 这个拦叫喊冤 但是你的缺点是说 检察官有两条路 有两个方法可以让你死不迷雾 一个呢叫做签结 理都不理你 连理由都不用写 直接把你吃案 另外一个呢叫做不起诉处分 用一张纸把你给打发了 这种情况屡见不显 所以正常情况 如果你证据充分的话 你应该去提自诉 那自诉唯一的问题就是说 你要请律师 那几十万 蔡英文又不是请不起 所以当时如果蔡英文认为自己是冤枉的 他当然应该提自诉 为什么 因为证据在他手上啊 毕业证据所有足以证明他是真博士的证据都在他手上 他却舍弃了自诉 改提告诉 那怎么可能呢 再加上告诉是要国家机器替你说句公道话 所以变成是你去告了以后有检察官去发动侦查 那你今天四军统帅你已经掌握了所有的公权力 你根本就应该回避 你根本就不应该动用国家机器 好 这明摆的看出来 除了这个四军统帅 毫无节操 毫无司法 正义的信念之外 这个四军统帅 这个告诉人 完全没有任何的自信证明自己的清白 不然的话 他一定会为了要掌握整个诉讼的这个节奏 他应该让自己来作为主动 这个发起证据的人 也就是你用自诉的方式 你提供证据你负举证责任 因为除了你以外 没有人可以比你更清楚 你是诈骗 你没有博士 你没有证书 你的哪个环节是诈骗 只有你最清楚 换句话说 换个角度来说 你被冤枉也是只有你最清楚 因为你有所有的证据在手上 只有你可以为你自己辩护 结果他舍弃了 这个自诉 跑去找检察官 来帮他撑腰 这就是蔡同学第一步 你就可以看出来他有多么的心虚 那我们再来检视一下三个月 三年前他所提的证据 好你看哦 他证据 是这个108年6月11号 7月13号在政经关不了的节目当中 赫德芬老师上我的节目 从2019年的6月份 好还有7月13号两次 再来2015年9月22号伦敦政经学院补发的1984年3月14号 告诉人博士学位证明 笑死了啦 2015年9月22号补发的证明 证明什么 证明他1984年3月14号自己讲的 他拿到博士学位 可是任何补发的证书都要跟当时颁发的同样的签名同样的样式 这是伦敦大学亲口回应林环强教授的 而且是他的证书产制室 他是他的Diploma Production Office 亲自回应林环强的 所以这证明了什么 你2015年9月22号的这个乔莱的证书啊 请人帮忙的这个证书是假的嘛 你拿一个假证据出来 这什么意思呢 第三 告诉人博士认为影本相片 相片及目录 你把相片拿出来干嘛 对不对 我去批图 批出来说我跟金城武长的一模一样 难道我就跟金城武长的一模一样吗 当然不一样嘛我比他帅嘛 今天不是这个意思吗 我要问你的学位你拿的不是论文 你拿是论文的照片 拿来告人 你像话嘛 还有你拿你的这个论文的目录的节路 这不是笑死人吗 各位今天任何1450817你要挑战我 你要挑战我说我是我的论文有多少 你怀疑我的博士论文是抄的 或者是哪里骗来的 请你上UMI一个国际间可以任何买到任何一本 在美国的英美国家的论文 你大概花个七八十块可以买到我的论文 全文你买就花钱去买 而且这个也不用经过我授权 因为我们博士毕业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交出了我们整个论文的著作权 这个copyright 就属于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 所以同样的蔡英文毕业的那一刹呢 她的copyright属于University of London 所以你这一本如果是真的论文 根本不需要你同意 所以当她放在2019年6月28号在妇女图书馆 需要经过同意才能借阅 那就证明了这就不是你的论文 那是你的个人收藏品 今天我的日记放在图书馆 有人要看要经过我同意 这合理 但是我的论文从毕业那一刹呢 她就不属于我了 她的copyright属于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 同样的蔡英文的copyright属于University of London 所以证明了什么 证明她根本就没有论文 从这个地方就知道 任何一个读过硕博士的人都知道 就偏偏黄伟不知道 好我们再往下看 她在2019年9月4号告发的证据 自诉的证据还有 被告赫德芬108年8月29号 向媒体传播的被告林桓强所制作的 2019年8月27号的书面报告 这就是鼎鼎大名的 2019年8月27号的50页 林桓强教授独立观察报告 到现在为止 每一个字都是真实 这叫做字字珠基啊 我必须佩佩林桓强教授 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之下 在那么资讯不透明的情况之下 她自己来回跟 英国伦敦政经学院去查访 你看花多少力气 吃多少的苦 还亲自跑去一趟 如果不是一个坚持公平正义的勇者 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呢 一般人根本事不关己嘛 如果不是一个拥有非常强异的坚毅的信念 跟决心的人 她怎么会为一个 事不关己而属于这个社会大众公平正义价值的事情 付出这么多的代价呢 今天回头去看她这个2019年8月27号的报告 植地有生 没有错 再往下看 这个贺德芬老师被告 她的证据就是 蔡英文这边提出来证据是 被告贺德芬于108年8月记者会的影片 这都不用讲 接下来新闻稿 这也都不用讲 好最后 告诉人留存于政治大学法律系的公务人员履历表 第一页 是她的告证期 这个就好笑了 好笑到快要不行 她的形式 告证状的告证期 就是蔡同学在2019年9月4号 告了林环强跟贺德芬的告证期 这个告证期最好笑的地方是什么 她提她的学历欄 她的学历欄当中 各位可以去恶观这本书的第196页 你可以看到 学历欄上面 学校名称 伦敦政经学院 系别名称 法律系 然后 学位 是 博士 好了 有一个很有趣的东西是 修业的起期年限 修业的起期年限 她写的是69年10月到72年6月 69年10月 是1980年的10月 72年的6月是1983年的6月 这两个时间一减 69年10月到72年6月 这个时间叫做2年8个月 2年8个月 2年8个月 请问 2年8个月可以拿到伦敦政经学院的1.5个博士学位吗 好了就算你1.5是吹牛了 开玩笑了 2年8个月可以拿到伦敦政经学院的1.5个博士学位吗 蔡同学 你嘛帮帮忙 你知道吗 你要吹牛打个草稿 要不然去看范本 你去看看伦敦大学的修业规定 2年8个月可以完成博士学位吗 那黄伟你瞎了吗 你拿到这样的高症状 你难道确定 这个是真的吗 2年8个月 这是她亲自填的 拿这种完全就是伪造 根本没有事实根据 违反学校修业规定的证据去告人 还告得成 那你说这三周年不庆祝那要干嘛呢 进段广告之后 我们还要说 凡作恶的人 在声音上说必被检除 好 那么 当然我们不能说 这个东西是巧合还是迷信啊 不过 当时提告我的两位律师 一位是连元龙 一位是张仁志 张仁志律师呢 在帮蔡英文提告赫德芬林寰强跟我之后 不到10个月 意外死亡 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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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经关不了 关不了政经 好 这个蔡英文呢 在2019年9月4号告了赫德芬林幻强教授之后 再经过了10天 就是2019年的9月14号加告了我 那这个状子呢 递进台北地检署的时间呢 是在2019年的9月19号 这个背后充满了政治运作的痕迹 在恶观这本书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非常清楚这里面列了告发的这个告诉的状子 这个告诉的状子呢 是在这本书的第40页 这是恶观书的第40页 各位可以看到 你去看看恶观书第40页的上方 很有趣喔 这上面呢 在分案的过程当中 盖了两个形态招 就是台北地检署检察长 形态招的章 第一个章呢 是丙章 第二个章呢 是假章 丙章是108年9月4号 检察长 形态招 后面括号一个丙 那么旁边又盖了一个章 这个是20 民国就是108年 就是2019年的9月5号 又盖了一个检察长的章 形态招 假章 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一个告诉的案子 会出现两个检察长的章 这个有趣 好 为什么啊 我们来听听看 立法委员郑正前 直询台北地检署检察长 形态招的时候 问他为什么 那形态招是怎么回应的 我们一般刑事案件的时候 检察长可以指定分案吗 可以 那它根据什么样的法规 我们这样子 因为我们现在检察官都有专组 都有分组 像台北地检署的话 他有黑金 智慧财染分数 重大犯罪 国安组等等 所以他有不同的组别 有不同的专业 这是我想问的 因为其实我在想说 我们有一个检察案件编号技术分案暴结实施要点 那针对这个部分的时候 检察长指定分案其实是可以的 那我只是在想说 我们什么样的类型的时候 会用那个指定分案的方式 这样的比例高不高 我刚刚有提到 我们一般有专组 对 专组嘛 你刚刚讲说 包括智慧财安全等等的问题 又有证照的问题 所以我们大概基本上 这些案件都会分给这些比较 专组或是有专业执照的检察官来办 对 专组有专业的部分嘛 那我想请教一下检察长 就是说 妨害名誉这样的案件的时候 会指定分案吗 我们还有特殊案件 特殊案件的话 这个 或者比较社会损物的案件 我们有的也会 分给 好 因为我在想说 在你的经验当中的时候 就是妨害名誉指定分案的情况高吗 有多少这样的案子 当然 我们一般妨害名誉的案件 因为它刑责不重 对 轻案嘛 指定案件的是不多啦 不过 如果是特殊的案件 或是社会损物案件 还是会的 是 那讲讲 我这边就想问一个 就是说 因为在蔡英文三 告三位学者妨害名誉案件的时候 她学者反告她 诬告的案件 那当时的时候 您是直接指定分案 给号谷的黄检察官 因为原本是用丙章去盖的话 改成假章去盖 那本席不太理解的说 为什么在这案件当中的时候 你要用指定分案的方式去处理 这个我们假章 乙章 因为是香月 都是授权章 不过 这个案子会分给这个 好顾检察官的原因是因为 这涉及到国家元首 所以我们找的是黑金组的检察官来承办的 也是这个黑金组 是你刚才讲的 特别的情况 特别的案件 对不对 那不过我在想说 像这样子的一个指定分案状态 而且事实是清罪 你刚才也特别讲到清罪的状态 还指定分案的时候 其实很容易会造成民众观感不差 而且会觉得自己好像被检掉的高层针对了 所以这可能也不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 好 简单的讲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案子一进到台北地检署的时候 按照正常程序分案 抽签 所以盖了一个章 到了台北地检署检察长的属下 应该就是他的 检察长的秘书 也是检察官 去分案的时候 他用了邢太昭的秉章 就是别人替邢太昭盖的行使职权 代为行使职权的章 叫做秉章 所以盖了一个邢太昭的章 分案 分他字案 结果邢太昭把这个文抽回来 重新盖了一个他自己亲自盖的章 叫做假章 而且他指派 他不抽签不分案 他把这个案子直接指派给 好谷黄检察官指挥 这些东西都收纳在我的恶官书当中 所以这些犯罪证据都指正立立 也就是说一个简单的 防害迷遇的案子 按照正常情况下 他就分案 所以这个检察官呢 就拿了邢太昭的秉章 这就是邢太昭的秘书了 他旗下的这个检察官代为分案的 分案以后是在108年9月4号 结果对不起 邢太昭把这个案子抽回来 在9月5号后面 又盖了一个章指定分案给 好谷的检察官黄伟 这证明什么 就证明了邢太昭介入 要用国家的机器 来侦办这个案子 指正立立 好 那么这个案子呢 就开始分案 到了黄伟的手中 9478号 经过了10天之后 9月14号 刑事追加被告继补充告诉状 这个状子呢 就是蔡英文的委任律师 家告在10天后递进的这个状子 好这个状子呢 追加被告彭文正 所以这个案子 是我在这个地方被追加进去 成为了9478 黑金组的检察官黄伟来指挥办案 好 那么 这个案子 就 又提出了零零种种的 奇怪的可笑的证据 这些可笑的证据呢 我再念一下 让大家笑一笑 那他的告证8是什么 告证8 他的告证1到7就是 程系这个告林环强克的分的证据 告证8是 LSE 1980年9月19号 韩通知学生签证补发 拿签证来证明你有博士学会干嘛 对不对 签证只代表什么 他发给你学生签证嘛 你今天去念那个短期进修 暑期的语言学校 他也会发给你签证嘛 再来告证9 告诉人就读LSE博士班的学生记录 student record 笑死人 我问你有没有毕业 你拿学生记录给我干嘛 那里面那个financial difficulties withdraw wd 1982年11月10号 你怎么不说呢 告证9 告诉人就读LSE博士班的学生记录 告证10 告诉人1983年 1981年3月提出的研究计划摘要 你有研究计划摘要干嘛 我问你有没有 我问你这孩子是不是你生的 对不对 那你要拿什么拿出生证明嘛 然后拿出生证明你的母亲是某某某 这就证明这孩子是你生的 结果呢 我问你这孩子是不是你生的 你拿了一封情书给我 说你看当时你被谁谁谁追了 这中间有什么关系呢 你自己看看 告诉人在1981年3月提出研究计划摘要 你拿研究计划摘要来证明你有博士学位 你不要笑死人好吗我要是皇伟我要是公正的检察官 我当场把这些东西撕掉丢回去给你 你别开我玩笑别浪费我时间 再来告证10之二告诉人于1987年 1981年7月提出论文的第一部分 par1的摘要 你摘要就算了还是par1的摘要 这个也能当证据 告证11 LSE在1982年2月11号寄发的学位转换许可通知书 跟你讲上面没有人签名东西不要再拿出来了啦 告证12 LSE在1982年11月22号高速高速人可以免于刑事注册继续写论文 你自懂我再讲一遍 LSE提出来的文件举凡阿飘文件就不要再拿出来 告证13也是LSE的阿飘文件 告证14又是阿飘文件 告证15 以通过口试的信件 我这样说了 你LSE提出来伦敦大学提出来这些信件 都没有一个可以证明你是博士学位 只有一个东西可以证明你是有博士学位的 就是你的合格的毕业证书 你搞丢了 可以 那你请拿出一个按照合格去申请补发的毕业证书 跟他的合格申请补发的信件 可以 为了证明你这个不是买通的 请拿出合格的论文 其他通通都是假的 搞了一大堆什么博士通知函 什么口试通过通知函 全部都是假的 你的告证第九到第十七 全部都是不是阿飘文件 没有人签名的 要不然就是不该由这个单位背书的 要不然就是这个内容完全与博士学位无关的 什么什么这个草稿 什么part 2 的摘要 什么封面 这全部都是无效证据 这是非常不是无效是可笑 这是非常可笑的证据 再来 你后面的几个呢 全部都是国家机器 这高证18教育部的函 高证19政治大学的函 高证20教育部的函 高证2122 什么教育部审议 学术审议委员会 第16次常会 早就被踢爆了 你当时是找了李焕 部长亲自下来主持 把你的副教授护航过关 你原本在外管一直查证你的学校的性质 查证到了1987年 你1984年号称你毕业 你毕业后连续三年内你都被查 因为什么 因为有人看出这里面有问题 来来回回的查 还去查伦敦政经学院的 什么成立的过程 还这个学校的修业规定 证明什么 大家觉得你这是不可能吗 照你自己的说法 你两年八个月拿到学位 可是修业规定就明明要满三年 所以这个前前后后的矛盾 这些东西送进台北地解署 竟然变成起诉我 后来这个通缉我的一些所谓的证据 你不觉得太可笑了吗 那你付了这么多零零种种 一共告证22 在三年前你付了22个证据来告我 没有一个是合法的 我今天如果有人要污蔑我的学位 我的告证只要一个 Universal Wisconsin Madison的毕业证书 如果你再不信 我写个授权书 告证2 授权委托任何人去查证我的学位 结束了 你弄了22个告证 说了半天就证明 你没有学位吗 对不对 今天要拿出生证明 你就说 好啦 你是老王的儿子吗 还是你爸爸是你的亲生父亲 还是隔壁老王是你亲生父亲 你需要写哪一大堆你妈妈当年 你爸爸写信给你妈妈的这个情书 然后还还写了还找一大堆什么 你跟这个这个谁谁谁 日记当中有写到说 哎呀我昨天去见到你爸爸 需要吗 需要搞22个证件来证明 你的爸爸是你的亲生父亲吗 不用吗你拿个DNA就证明完了吗 所以这就很简单的东西 出生证明拿出来DNA证明解决了 所以你证明什么蔡同学 你就是没有吗你就心虚吗 OK好 这整个文件是2019年的10月19号 当时的告诉代理人是连元龙律师张仁志律师 结果各位知道吗 张仁志律师在接了蔡英文的案子 诬告诽谤我们之后 不到10个月 42岁 心肌梗塞 过世了 所以现在呢 告我的律师才会是连元龙跟张日昌 也就是说这个案子 蔡英文诬告 连元龙张仁志 妹子良心接这个案子 接这个案子之后不到10个月 在2020年的7月 委任律师张仁志42岁 心肌梗塞突然暴毙 所以这个案子呢 后来才是由这个张日昌 来接这个案子 那隐藏的事没有不显露出来的 我觉得我也要警告 不是只有检察官法官还有律师 我们做事要光明正大 不然的话我觉得 包括蔡同学在内 你活在这种良心谴责跟不安的阴影之下 因为你们自己知道 你们必晓 圣经上说你必晓得真理 真理必教你得自由 当你知道你在欺骗 你在残害忠良你在犯圣经的实戒 流无辜人的血的时候 你的内心必然不平静 所以奉献所有这个世界上作恶的人 及时悔改 忧伤痛悔的心 上帝必不倾看 又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刻 要跟大家分享圣经上的话语 有一个话语呢 是我非常喜欢的在真言二十一章二十一节 追求公义仁慈的 就寻得生命公义和尊荣 祝大家平安喜乐 有个愉快的夜晚 明天见 明天见 请不吝点你 但是请不吝点赞 听不吝点赞 明天见 romoxika 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在下方点下订阅按钮 也别忘了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谢谢大家